那个大山那走过去吗 有一条小路 小路过去的话就 三四个公里就可以看到那边了 你的意思是 翻过前面后面那座大山 然后就到了那边了 是不是 走个三四个公里就可以看到那边了 那你能不能就是 一会儿等你忙完了 你能不能方便带我过去看一下呢 你要过去看我 对 现在那不行了 那边人家那边都不让你过去了 不让我过去了 现在不能过去了吗 对不让过去了 过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那我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在这儿跟你聊会儿天呢 就是采访采访你 可不可以呀 这干嘛可以吗没事了 会不会影响到你工作呀 没有什么影响的吗 不影响就好 我看你在这里切了半天 这个菜你这是切的什么菜呀 这个切的就韭菜了 韭菜啊对 你这个韭菜 你这个韭菜这样切来干嘛呀 你这个这个啊 你可以再猜看吗 这个是切来干什么的 这个切来 嗯 你这我也猜不到呀 你这个直播间的 叔叔爱们 你们觉得他这个韭菜是切来干嘛的 你们知不知道呀 你们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平上面 这边说 你这不会是拿来包饺子的吧 包饺子啊 你这个不是包饺子了 不是包饺子的 对 那是拿来炒鸡蛋的吗 也不是了吗 也不是炒鸡蛋 对 那是 那是拿来做酸菜的吗 酸菜 哎呦 韭菜吗不可以做酸菜了吧 哦对哦对哦 我直播间有叔叔爱说是拿来喂鸡的 是喂鸡的吗 哦对吗 这个吗就是拿来喂鸡的了 这么好的韭菜拿来喂鸡的话 会不会成本太高了哟 哎呦这个要什么成本哦 这个吗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咯 多的很哦 我意思就是你们这个是自己家里面种的 然后吃不完的话就拿来喂鸡喂呀 是不是 对吗 是咯家里种的吗 多的很吗 那你们这个呃一斤的话多少钱呢 这个韭菜 一斤哦 啊 我这个我不清楚我们吗 就是这样子一框吗 就两块钱了 这样一框才两块钱啊 就一块吗两块 哦呦那你们这个那你们这个挺便宜的啊 我们那边的话这样这样一斤的话要五六块钱一斤呢 哎呦你们那边吗太贵了吧 所以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拿来喂鸡的话还是有点奢侈呀 呃这个自己家里种的吗多的很吗 哼 哎呃我感觉你还是挺漂亮的哈美女 呃 还好吗 呃怎么称呼你呀妹妹 呃你就叫我小雅就可以了 哦小雅是吧 嗯对 哦你好小雅 很高兴认识你啊 嗯你好 哎我发现你这个衣服挺漂亮的嘞 衣服漂亮啊 啊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 嗯 你这个衣服怎么感觉跟我们的衣服不太一样呀 你这个衣服 你是你是少数民族吗 哦是吗我是少数民族了吗 哦你是哪个少数民族呀 哦我妈是哈尼族了吗 哦你是哈尼族呀 哦我以前的话我也有个同学他也是你们哈尼族的 哦当时他跟我说的是你们这个哈尼族好像是有自己的语言是不是 哦是吗我们平常嘛都说哈尼话了吗哦平常你们都会讲哈尼话是吧 嗯对哦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呀 哦可以吗 就就你能不能教我两句你们这个哈尼话呀 哦这个可以吗你要学什么了 就比如说平时我来到你们这边呃云南这边的话 我比如说遇到你们哈尼族的女孩子 我想要跟她打招呼嘛 我想要叫她美女的话怎么叫呢 想要美女啊啊 就叫她阿布就可以了 那帅哥呢 帅哥嘛你看我们这边的帅哥嘛啊 力气到哦杉杉干活嘛 厉害哦所以就叫她阿丽嘛 哦那呃呃呃这意思就是说 美女的话为什么叫阿布呢 美女哦 美女的话就是因为像我穿的呃衣服咯包包啊 都是我们自己穿的吗 呃还有吗就是那个呃我们经常嘛 在家里织布哦 所以就叫阿布了嘛 哦经常自己在家哦意思就是说 美女织布所以说叫阿布 嗯帅哥的话他力气比较大 所以就叫阿丽是吧 是吗就是这样子了 小莫丑卢皮的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哦那那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啊 阿布姑娘 嗯就比如说你看你你长得还是挺漂亮的话 你今年的话就多大了呢 我哦我都挺大一个年纪了哦 你都挺大了 嗯对我都23了嘞 你23岁了 哎呦23了哦 那你成家了没有呢 哎呦还没有了都还没找嘞 还没找 嗯对 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哟 哦不是喽是我们这边吗 男孩子少哦都不好找了 不好找 那呃呃男孩子太少了不好找是不是 哦对吗不好找了吗 我还以为是你眼光太高了呢 我不是眼光高喽 哈哈 天不好找喽 哦那你之前有没有找过对象呢 之前哦 啊 之前妈找过了嘛 之前找过 那牵过手没有呀 手妈牵过了都牵出汗来了 都牵出汗来了 那那最后怎么没有在一起了呢 呃呃不适合喽 不适合是不是 对 那为什么不适合呢 什么原因不适合呢 妈妈太小了 我都不喜欢她了哦 哦太小了是吧 对 那她小你多少岁啊 太小了 她都她都比我小三岁了嘛 比你小三岁是吧 对 哦那你看俗话说 女大三抱金专是不是 那大三岁不挺好的吗 我妈想找个大一点的吗 比我大一点那种了哦 哦你想找一个年纪比你大一点的 嗯 那你想找一个年纪比多大的呢 比你大多少的呢 呃比我大个十几岁吗 二十几岁吗 差不多啊 哦你要找一个比你大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是吧 哦对 那为什么想要找一个 比你年纪大一点的呢 呃年纪大一点嘛 就懂事了啊 会心疼人嘛 照顾人了 哦你是觉得年纪比较大一点 就会心疼人 会照顾人一点是不是 对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的呀 你看 你说年纪大 他不一定就会照顾人呀 你看还要对不对 还要他有责任心才好呀 我觉得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呀 是吗 年纪大吗 我就有责任心了吗 哦 那那我问一下那个啊 除了这个年纪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求呢 其他的哦 就是要呃力气大了 会干活那种的吗 哦还要力气大一些的 是不是哦 对哦 那力气大的话 那他他要干嘛呢 呃他要去干活呀 去地理干活了 要去地理干活 对 干什么活呀 哎呦 像我们这农村里面吗 到处都是活有的干嘛 哦哦哦 还有你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啊 你看 别我们那边都是 找对象都是一般都是讲究的 是要有车呀 有房呀 像有这些 而且你这边的话 还挺独特的 需要找个有力气的 会干活的 力气大嘛 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确实不太一样 这个韭菜洗干净了 没有切 他们这个韭菜是拿了喂鸡的啊 这么样酸吗 这个嘛 拿了喂鸡了 那那除了这个以外 力气大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要求呢 别的吗 没有要求了哦 他只要他对我好就行了啊 对你好就行了是不是啊 那怎么样才算是对你好呢 对我好的话嘛 就是不打我了 不骂我就可以了哦 哦不打你 不骂你就算是对你好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都能做得到的呀 是不是啊 这个做不到 很简单的呀 嗯 直播先说说爱门 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呀 对不对 这个阿布姑娘说 要娶她回家的话 只要呃 对她好就行了 只要不打她 不骂她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都能做得到的呀 如果做得到了 咱们就抠个一 好不好 直播先说爱门 这个我感觉吗 都不太好做得到哦 这样子 我问一下啊 就是你们这边的话 那呃采你的话一般有要给多少呢 哦 心意哦 啊 就是那个心意钱这个东西吗 啊 不是 就采你的话一般要给多少钱呢 我们这边的话 哦 你骗死个消息子 按照我们的习俗的话 你要拿一头大水牛 大大的水牛 一头老母猪要给到我阿爹阿妈哦 哦 就一头猪一头牛就可以了吗 哦 对吗 要活的哦 还要活的呀 肯定吗 要活的了 呵呵 那你 那你这个也不多呀 你这个就一头猪一头牛的话 一头大水牛 一头老母猪还不多哦 对 已经很多了 这个你刚刚还说挺多呢 这一点也不多呀 我觉得 一头水牛了 蛋母猪已经很多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还有 这个东西还要不要一点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呢 你说的是不是新意钱了 对对对 这新意钱嘛 那肯定要 要的可多喽 我跟你讲哦 要的多呀 那一般要给多少呢 一般啊 像人家那些外面来的大老板 来我们这边嘛 找个姑娘的话 人家有钱嘛 工资高的那种嘛 给一个万 两个万人家都愿意给了 意思就是说 外面来的那些大老板 来你们这边取个十分的话 只需要给个一个万 两个万就可以了 是吗 对吗 像那种人家工资少的那种嘛 给个一个千 两个千也可以哦 给一千两千也行 行吗 你没有的话都可以 不用给了啊 不给也可以呀 可以了啊 意思就是说 在你们云南这边 哈利组这边 娶个女孩子回家的话 只需要给个一个万两个万 再加上一头猪一头牛 就可以了 是不是呀 是吗 哎呦 那我感觉 那我问一下 这不见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多不多呀 我感觉这个一点也不多呀 这个还不多哦 那么多的 相当于对于我们来说吗 这一年的活吗 你都是白干了吗 一年的活都白干了 对 那一年的活都白干了吗 那这也没有多少呀 你看 你看一下嘛 一头牛一头猪 也差不多才两万块钱嘛 再加上一个万两个万 那也差不多 才三四万块钱不到 你知不知道我们那边要给多少呀 给多少啊 我们那边的话 呃 起步都要 起步都要七个万八个万了 给那么多 你们那边给的也太多了吧 哎 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 你们那边一般都是要给多少呀 你们可以打到公平上面 让这个小雅妹妹看一下啊 你们那边 因为 因为咱们 你看有十几个的 有直播间叔叔阿姨们他们说 有二十几个的都有 给那么多啊 对 对呀 哇 你们那边给的也太多了 都不敢起了吗 因为 因为咱们每一个地方的实俗都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小雅 对吗 不过像你们这边啊 我觉得确实挺适合的啊 适合 哦 你看直播间的很多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说有十几万 二十几万三十万都有 嗯 太多了 你们那边给的太多了 还是你们这里好 我感觉 对 那你这个 哎呀 你这个挺好的 反正我觉得你们这个的话 我们这个吗 已经是给的还是挺多的了 嗯 那个阿哥 我这个吗 就切完了吗 我就先走了啊 哦 你要行行行 你要回家了是吧 哦 对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啊 哦 可以 我的话 再去其他地方再逛一下啊 那你去其他地方逛哦 哦 对 那要不你去我家你坐一号咯 这个 可以吗 不方便吧 没事吗 方便吗 你过去吗 喝口水也可以吗 都可以啊 那 那那行吧 你们家在哪里呀 我们家就这个了啊 这个就是你们家呀 是吗 这个吗 哦呦 你们家这个 行行行 那我就跟着你来啊 可以吗 都下雨了 我去把鱼给喂一下啊 你这个是拿去喂鱼的 是不是 哦 你这个还 那你这个为什么要切的那么碎呀 这个啊 这个我们这里面吗 有小鱼苗咯 他们要吃的话炸了吗 吃不了啊 哦 原来是这样呀 对 全部到这里有小鱼苗 就回来了 哦 这样的话 小鱼嘛 他会就就能吃了 是不是 嗯 嗯 你你跟我进来吧 都下雨了 快 现在吗 没有人了 你阿滴阿们他们不在家吗 哦 他们都不在家了吗 他们上上干活还没回来 哦 那他们不在家的话 我这样去你家里面 不合适吧 哦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进去就好了 进去坐嘛 哦 那他们一会儿回来 不会把我当 土匪呀 强调把我揍一顿吧 哦 这个怎么可能哦 我阿滴阿们人很好咯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进来进来 行行 那直播现在说 阿滴你们一定要给我坐镇啊 好不好 没事 你进来哦 慢慢来 哎 你们这一楼还为的有鸡呀 这个 哦 对吗 为的鸡多得很哦 你们这个房子还确实不太一样啊 对 上来上雨了 都是木质的房子 你们这些都是 哦 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你们这个房子的话 你过来哦 嗯 好好 行行 你们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 你看 像你们这个房子的话 我们那边都很少见这种房子嘞 我们这边房子呢 全是这个样子的 哦 确实是不太一样 你们这个房子的话 真的 你坐在里吗 坐下面呢 呃 要不你们这后面还有个院子呀 哦 有个院子吗 有的哦 我想去这后面看一下 可以吗 我后面看 哦 可以吗 我带你过来看哦 哦 哦 马中啊 哦 哎呦 有点 这雨都有点下了啊 哦 雨嘛 下了哦 下的 哦呦 直播间欢迎大家 欢迎直播间 所有的书伴们 欢迎大家啊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云南的边境啊 直播间书伴们 这个地方呢 离那个 缅甸是非常近的 刚刚听这个 阿布姑娘说呢 她们这个地方呢 就只需要翻过前面 后面那座山 就到了缅甸那边了 直播间书伴们 我现在呢 在这个阿布姑娘的家里面 你坐这里吗 行行行 下雨了你坐这个吧 哦好好好 没事啊 你坐着就好了 我们这儿呢 有点乱 你不用 不用太可以 没事的 没事的 哎呀 要不要吃水果了 水果 不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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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哎呀 谢谢谢谢 哎呦 你这是西瓜吗 对 西瓜咯 哎呦 这是什么东西呀 你猜一下吗 这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呀 你不用拿 不用拿 你不用拿 哦 你不用拿 哎呦 你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不太一样啊 对吗 都下雨了 你就在你坐一下 哦 等一下雨停了 再回去就可以了 行行行 那我就在这里躲一会儿雨 好不好 对 哎 你们这个房子还是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你感觉 感觉这个房子年龄都比我大了 你这个房子 哦 我这个吗 年龄确实很大了 哎 你们这边确实挺舒服的哈 你看 你们这边环境啊 确实挺不错的 只是说今天这个天气的话 有点阴啊 要不然平时天气都挺舒服的 我都来你们这边挺久了 因为我呢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嘛 每天呢 就是全国各地到处走 到处跑是这样的 所以说 我大大小小 我都是会了解到一点 哦 可以吗 没事你坐啊 行行 哎呀 你们这个真的太舒服了 我要不要给你拿点东西来吃啊 不用不用不用 没事 哎 这我 这前面这个鱼糖也是你们家的吗 鱼糖吗 我们家的咯 哦呦 你也太热 那这后面 这个是你们平时在这里生活的地方是不是 对我做饭吗 就在这里做了 我做饭是在这里做是不是 哦 这个锅 可以的可以的 等一下吗 你要不要我就给你做啊 这个不太好吧 好大门事咯 我们家们都很热情咯 太热情了 你真的 你们看 这后面还有火龙果地 这边上面 你们看到没有 这后面的话 还有一个火龙果地 真的像他们云南这边 真的像他们这边云南这边的少数民族的话 真的太热情了 太好客了 这边上面 你们知道吗 只是说今天这个天气的话 它有点阴 知道吗 所以说它有点阴的话 就看不到 他们这附近的话 就没有工厂 也没有污染 所以说空气也比较好 水也比较好 知道吧 环境那些的话 就可能比较好 而且云南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地方有20多个少数民族 咱们中国有56个少数民族 对不对 云南就占了20多个少数民族 他们这边的话 一年四季 大大小小的节日特别多 特别多 所以说咱直播间所有的事 咱们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来云南这边 感受一下这边的风土人形 这边确实是挺不错的 真的 这边的天气的话也特别的适合居住 像现在天气越来越慢慢变冷的话 云南这边的话 天气它也比较温和 很适合人居住 知道吧 直播间所有的 所以说咱 咱直播间的所有的 咱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各边感受一下 这边的人 像小雅 哈尼族的小妹妹一样 她也是很热情 很好客的 你这干嘛木瓜了 你可以吃 木瓜 没事 我现在还不是很饿 现在不是很饿 那可以 我也不知道 外面好少来客人吗 我都有点紧张 哈哈哈哈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啊 小雅 我想问一下 你是什么学历来着 我在初中毕业了 初中毕业了 是吧 对 怪不得我听你这个普通话 讲的确实还挺不错的 还好了 因为我刚刚就是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经过你们寨子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 可能稍微大一点的 这些叔叔阿姨 他们可能都不太会讲这个普通话 我跟 因为我跟他们说话 他们都听 不是很听得懂 听不懂是吗 对 对呀 我们这里好多人嘛 都听不懂 像我的大姐 大姐她都听不懂 你们讲话了 你大姐也不会讲 是不是 哦 对 哦 原来是这个 那那那我问一下你啊 就你们家的话 这个兄弟姐妹有几个人呢 兄弟姐妹哦 我们家没有兄弟咯 都是姑娘 都是姑娘呀 哦 我们家四个姑娘哦 四个姑娘 那那你爸妈妈太幸福了吧 你看四个姑娘四朵金花 那不 对不对 我们家四个姑娘的话 我是最小的 我是老四咯 哦 你是老四是吧 对 哦 那那你其他三个姐姐 去哪里了呢 我三 我三个姐姐 我大姐二姐妈 都出去嫁出去了 现在的话 就还有我跟我三姐了 哦 你跟你三姐 还没有成家是吧 对 那你三姐的话 今年多大年年了呢 我三姐 我三姐今年都二十六了嘞 二十六岁了呀 啊 对 比你大三岁呀 对吗 那比你大三岁 她怎么还没有早呢 我三姐哦 我三姐的话 因为她长得漂亮 眼睛大哦 你追她的人多嘛 身材又好哦 现在嘛 就是她的要求都变高了 意思就是你的三姐 长得漂亮 比你还漂亮呀 哎呦 我跟我三姐嘛 没有比的了 我三姐很漂亮嘞 你这说个 你这说的 我们大家都对 都对三姐感兴趣了 那你能不能把三姐喊出来 跟我们直播间的 叔叔爱人们打个招呼呀 见个面啥的 好不好 现在嘛不行了 她跟我阿弟阿妈妈 都上上干活了 现在还没回来 应该快回来了 你看这都下雨了 我三姐跟阿弟阿妈 上上去干活了 是不是 对 很快又回来了 那待会她回来了 你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呀 可以吗 可以 到时候她回来嘛 你们两个妈 都可以认识一下了 可以呀可以 正好我也是单身了 那可以吗 你刚刚说你这个三姐她要求比较高 是不是 对 那你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她有什么要求呢 你能不能提议跟我们说一下 我三姐 她之前给我讲的是 她想找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 然后力气大的 干活厉害的那种 还有嘛 就是找一个那种工资高的那种了 你三姐她想要找一个工资高 那她想找个工资多高的呢 三姐 她要找的是那种小老板哦 一个月可以挣个两个钱三个钱那种了 两个钱 想要找个小老板 你说了这个小老板 一个月挣两个钱三个钱是吗 哦是吗 那这个是两个钱三个钱是人民币还是美元呀 哦人民币了嘛 哦意思就是说 在你们这边 一个月挣两个钱三个钱就是小老板了 哦是喽 像那种 人家五个钱六个钱的那种大老板哦 我三姐她都不敢讲嘛 五六千都算大老板了 啊对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们那边五六千的都算是比较普通的 你知道吧 都已经是大老板了呀 都已经 不过我感觉我还挺适合你三姐的呢 你一个月可以挣两个钱三个钱吗 哦那我一个月的话都有七千多呢 你挣那么多啊 哇那你跟我三姐吗 我太适合了哦 你看你长得又那么高那么帅了吗 跟我三姐吗 很适合哦 还那么高那么帅 那我这个在你们这边算什么 级别的 大大老板了吧 算算 你就怎么像我在我们这边 七个钱都算超级大大老板了哦 那我问一下你啊 小雅 就是说你每个月的话有多少的收入呢 我一个月哦 我的话还是比较情况了哦 一个月三十点吗 都上上吗 都可以挣个一千二吗 一千三还是可以挣的哦 一千二一千三 那你够花吗这个 怎么不够啊 我每个月都有剩哦 一千二一千三 你每个月还能剩呀 可以是吗 剩下的吗 我都自己存起来了吗 以后有用哦 还攒起来了 你还挺会过日子的呀 我感觉还好哦 那那那个小雅 我问一下你啊 就像你们这个大山里面的这个生活来源 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哦 啊 像我的话是比较勤快那种哦 我的话经常嘛 上山割椒哦 割完椒嘛 送边嘛 再摘点果子咯 把点野菜嘛 拿到镇上去换钱了 我就是说你每天都会去上山去找一些果子呀 蔬菜呀 然后拿到去镇上去卖钱 然后闲的时候还会去帮别人割椒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你一般都能找到什么样子的果子呀 什么样的菜呀 你能不能带我们看一看啊 你要看哦 啊对我想看一下 你就是有点好奇 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 哦那可以吗 你跟我来嘛 就放在这旁边了嘛 哦那我们在哪里啊 我们看一下 这些嘛 都是山里找的嘛 哦 你看 这些都是你从山里面找的嘛 对嘛 西瓜嘛 也是买的咯 自己种的咯 这个嘛 都是山里找的 这绿绿的 这一串是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 这个啊 这是芭蕉还是香蕉呀 哦这个嘛 是香蕉咯 香蕉呀 哦对 哎呦 那你这个香蕉可以啊 你这个香蕉 你可以呢 你拿回去吃就可以了 哦 滚了 哦可以可以 哎呦 嗯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嗯 这个是椰果 椰果 椰子嘛 椰子嘛 长这样 椰子嘛 放了啤酒咯 酒咯 哦 8加1 哦对 放了啤酒 哎呦 你看 火龙果是后面摘的是不是 哦对 哎呦 那你们这边 样样都齐全呀 你看像这个瓜 哎呦 什么都有嘛 这下面都还有哦 哎呦 这么黑 这个是哦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狗 狗羹吗 这个是 这个哦 啊 这个吗 不是狗羹了吗 这不是狗羹是什么呀 这个吗 山药了哦 是 你 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山药哦 这个是山药吗 哦 山药了 哎呦 不会吧 这个是山药 你这个山药怎么长得齐形怪状的呀 哦 这个吗 我山里挖来的吗 山药了哦 哦 这个你 你是从山里面自己挖来的 是不是 哎呦 你这个山药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呀 来直播一下呢 说说他们 咱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山药是哪一种品种的山药呀 这个跟我们那边的山药确实是不太一样呀 我们那边的山药都是长长的细细的对不对 它这个山药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那边那个山药呢 叫做铁棍山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咯 我们这个山药嘛 好哦 卖的嘛 还挺贵咯 卖的还挺贵呀 对 那你这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呢 我这个山药嘛 我拿到这上去卖可以卖两块一斤哦 多少 两块一斤哦 这个山药你才卖两块钱一斤呀 我什么财哦 已经很多了 很厉害咯 我们那个那边那个山药这个山药都要卖到卖到五六块钱六七块钱一斤呢 甚至有些时候都还买不到呢 你们那么那么贵哦 对呀 我以为我卖的都挺贵咯 你们那边嘛一斤嘛都可以买我这个好几斤咯 那你刚刚说你这个山药拿到金了就是卖多少钱一斤来着 两块两块是吧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把一会儿待会儿你把这个山药 这些山药你都卖给我好不好 这个山药呢我也挺喜欢吃的 所以说我把它买了你看好不好 你又哦 对呀我也挺喜欢吃的你看 我把它买了嘛 你省得你再掰到街上去卖嘛那样也累是不是 那就太感谢你了哦谢谢哦 行行行 那我等一下吧找个大一点袋子给你装起来哦 行行那你待会儿的话就帮我找个袋子给我装一下啊 你这一会儿你装的时候你随便撑一下啊 你你这边的话是呃之前说你说你刚刚说你拿到街上去是两块钱一斤是不是 那这样呃你这个山药的话我就给你呃按那个按那个十块钱一斤给你嘛 啊你这个山药我就按那个十块钱一斤给你 不要十块了不要十块两块一斤就可以了 没事没事不多不多妹妹你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你家里面对不对 你看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拿空手过来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哦那你这个山药呢 我就按那个十块钱一斤给你收了 你给太多了 不多不多没事的呃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朋友们呃你们说这样好不好呀 这个山药我按十块钱一斤给这个小妹妹给他收了 显得他背到街上去卖你们觉得这样合不合适呀你们觉得合适的你们就扣 你们就扣个一好不好 只问你的叔叔阿姨们 哎呦都不合适了给太多了 没事没事你看那呃呃 待会的话你就帮我找个大一点的袋子给我装一下好不好 哦可以没事了没问题哦 行行呃呃那那个就是我的话还有 来那我们就先坐一下嘛 那我的话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啊 哦什么问题呢你问了吗 就是说你们这边的话啊 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你那个老窝比较近呀 哦是吗 你那边吗很近哦 从这边过去吗那呢很近哦 你的话不要去哦那边吗最近不好啊 哦不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们这边的话 这边附近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叫长寿村的这么一个寨子呀 哦是了你怎么知道了 因为我的话之前啊看过一部那个中央台的纪录片 然后呃当时我记得那个中央台的记者啊去到了一个广西 然后的话又去到了贵州 呃其中的话有一个地方就是你们这边云南的边境对不对 哦对吗 哦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那个大城市我们那边的这那些记者过来 给这边的人做采访哦对对对我记得吗之前啊 很久以前吗有你们大城市里面的记者吗 专门吗过来采访我们这边的老人哦 不过那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哦 哦意思就是说在很多年前也有记者过来做过采访是吧 哦对哦我记得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啊 好像说的就是你们这边长寿村呀就是有十多位这个百岁以上的老人是吗 哦对了嘛那那他们现在都还在不在呀小雅 我现在吗都还在的呀 都还现在呀 我都在 身体怎么样呢 我身体嘛好得很 身体也不错是吧 嗯那你看这样行吗待会的话你不忙的话你能不能带我去那个长寿村看一下呀 哦你也想去看他们呢 对呃因为我想过去拍一下嘛记录一下这个 哦那可以吗那我等会买完嘛就带你过去看他们了 行行行呃那待会就麻烦你了哈 没事了这有什么好麻烦的了 哈哈哈因为是这样的哈我这个人呢是好奇心比较重的嘛 哦你像那个广市的斑马也是长寿之乡嘛哦对我当时也是特意过去看了一下的 哦像那个广市的斑马的话他们当地不是有个地方叫祠寮山吗哦 你看像他们那边当地的老人呢平时没事的话就往那个祠寮山里面一坐就感觉他们这个身体啊就比其他地方的人好像要好一点哦对 然后然后我就想说的就是你们这边云南的这边云南这边这些老人啊你看这么长寿这么健康的话 是不是也有什么自己独特的秘诀呀啊秘诀嗯我们这没有什么秘诀呀要你这么说的话就是我们这大山里面嘛空气好一点了哦像我们吃的那些蔬菜嘛水果嘛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像那个鸡鸭鱼嘛都是我们自己养的嘛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东西嘛没有受过污染了嘛哦等于说是空气比较好水也比较好嗯 然后吃的瓜果蔬菜呀包括那些菊呀鱼呀鸭子呀都是自己家种的自己家养的哦对不用农药也不用化肥哦那些不用哦用了嘛都不好哦哦那难怪难怪哈哈哈但是有一个哦你们那边的人嘛是不是一天没有吃三顿饭了哦对啊我们那边都是一一日三餐呀哦我们这边嘛跟你们那边不一样啊 哦我们这边的话晚上嘛都不会去吃那个大白米饭了哦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是你们这边的老人实际上晚一天是只吃两顿饭的晚上的话就不去吃是不是不是不吃咯吃的话是正常要吃的嘛云鸭嘛要有的哦像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去大山里面嘛采在一些血液拿回来哦当做晚餐吃了哦你你就是说晚餐的话也会去吃东西 会去你们这里面的话会去采一些什么血液来当做晚餐去吃是不是哦对嘛就是存植物的了哦就血液哦那我想问一下就你说了这个血液是不是那个次瓶婆树的精华吗哦就是那个嘛存植物那个咯就是植物的精华对不对哦对哦你的意思是你们这边的老人的话其实晚上的话都什么都不吃就只吃这个血液对不对哎呦不是什么都不吃咯也不是光吃哦 哦不是光吃那那对吗他们血液是要吃吗但是他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哦水果咯蔬菜咯鸡呀鱼肉都会去吃哦只是说他们晚上想要睡得舒服一点嘛就不会去吃那个很油腻的东西嗯像那个大白肥肉吗我们就不吃了哎哦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等于说是你们这边晚餐的话就不去吃那个米饭用这个血液来代替米饭对不对哦 哦对然后像什么肉类呀蔬菜呀瓜果的话也会正常的去吃是吧想喜欢吃什么吗都可以去吃了只是不吃那些比较油腻的东西是不是那个东西吃了吗晚上都睡不好了吗哎呦难怪难怪我说的话一直盛传了这个云南十八关吗讲的就是你们这边的老太太老大爷爬斯比猴子都厉害对不对对嘛我们这边嘛身体嘛厉害哦哦那就是你们就是我就比较好奇啊像你们这边的话 像这个血液的话产量大不大呢产量嗯不都还可以哦我们这边嘛家家户户嘛都要上上去采的了都要上上去采啊对哦那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家的话就是现在的话有没有这个血液呢现在现在哦啊现在吗还有一些了还有一些那你方不方便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呢你要看哪对我想看一下方不方便呢嗯那可以吗我去给你拿哦 我都放那边了啊行行行行那你拿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可以吗我去拿哦嗯行我这样过去台课